就在M8Competition 我一直认为这种绿色 只有英国车能cover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就是宝马 真的让我觉得 这个颜色放在M8Competition上 毫无违和感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种特香叶子似的 这种外观漆面 我还配上整个里面 这种你可以看 整个后面一大块鸡皮 这真的太夸张了 配一探点 这一看就处处细节都显贵 我真特别喜欢这个 往外观熏黑套件 对吧 都能看着 就是你目光所及的所有地方 这车真的是用料太考究了 特别奢侈 奢侈奢侈 太奢侈 你看这种大GT的门边一拉 就你一坐进去M8这个内饰 你就觉得太夸张了 肌皮底 整个双色双拼座椅 而且还是M8专属的这么一个标识 整个你目光所及的所有的地方 都是你能看到的最豪华的配备 就是你看这整个一个大的真皮包的仪表台 真的太考究了 怎么说呢 就是全新的M系列真的有一种就是自己开辟了一个风格 就是怎么能在豪华奢华之中找到它现存的这种运动感 就我认为的M8特别适合现在我对车的审美 尤其是内饰 就我原来可能对外观特别追求 一些比较亮的事 但我现在随着色列数越来越大 我真的觉得里面的内饰 就这种手红线的考究的程度 才能考验出来一台车是否真的是在运军的走 我觉得这真的太厉害了 但是M8真的太贵了 咱们还是太试试的买一个M4Computation 我们的顿旋超过ho